现实生活中,我们在游览一些历史遗迹时,总能发现许多石碑,这些石碑多是石刻的一种,用来纪念历史,意在垂直久远,古代流传下来的石碑有很多,大多都是立于宫殿、寺庙,以及灵墓等地方,古人为了歌颂某人或某事时,刻石碑是常用的办法,以此来让后世人永远不会忘记,相关考古学家在研究历史时, 除了历史上留下来的文献记载,以及从古墓中出土的文物等,石碑上面的字,也是考古的重要线索之一,1963年,韩国爆发了一场特大洪水 这场天灾,不仅让民众受苦,也因此出土了一块数百年之前留下来的石碑,让韩国学者愣住的是,这石碑上面的字迹,竟然还是汉字,当其中七个汉字被翻译出来后,相关学者纷纷愤慨,并认为这是他们韩国的耻辱碑 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 1963年,韩国的一场灾难性大水过后,清理水患的人们在汉城附近发现了一块古老的石碑,收到消息的专家很快就赶了过去,并将这块石碑运回去研究,专家们通过查阅各种古籍资料发现 这块石碑上刻着三种文字,分别是汉语,满语和蒙古语,其中有七个汉字特别扎眼,那就是大清皇帝功德碑,韩国为什么会出现大清时期的石碑呢? 这一切还得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之前开始说起,朝鲜半岛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它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充满纷争的是非之地,也是因为这样,朝鲜想要更好的生存下去,只能依附于他国 所以长期以来,朝鲜半岛都处于中原政权的附属地位,在元朝战败之后,朝鲜为了获得良好的外部生存环境 在建国之初就跟明朝建立了宗藩关系,之后,只要明朝外部有战争,朝鲜都会出兵援助 当然,朝鲜这样做的目的除了是服从明朝的命令,更重要的是他还有着自己的小心思 那就是趁火打劫,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200多年以来,朝鲜与明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直到努尔哈赤举兵起义,建立后金 朝鲜和明朝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于朝鲜在后金的后方,所处的位置十分关键 所以,后金要想对付明朝,就必须先稳住朝鲜 当初努尔哈赤还是建州首领的时候就多次向朝鲜示好 但朝鲜根本不将努尔哈赤放在眼里,在态度上表现得十分冷淡 而且,当时日本入侵朝鲜的时候,努尔哈赤曾提出替明朝出兵驻朝鲜攻打日本 被朝鲜人一口拒绝,朝鲜国王李延有了解过努尔哈赤 他在战场上可谓英勇神武,不然也不会屡战屡胜 李延担心让努尔哈赤援兵不仅会得罪明朝,还会引狼入室 尽管朝鲜对努尔哈赤多有不喜,但也不敢在明面上表现出来 于是只能采取相对保守的政策 但这种保守的政策并没有维持多久 1608年,李延红氏,光海军李辉继位朝鲜国王 由于光海军并不是宣宗的长子 一向重视礼教的大明,根本不愿意承认光海军的国王之位 因此,光海军在朝鲜国内遭受了不少反对派的白眼与口水 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 光海军对明朝和后金搞起了两方都不得罪的双方外交关系 这引起了朝鲜内部官员的不满,也导致了朝鲜和明朝的外交关系趋于紧张状态 1619年,也就是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第三年 明朝与后金爆发了萨尔虎之战 此时的朝鲜被迫出兵援助明朝 在这场战争中,明朝很快就处于劣势 光海军建形式不对,赶紧向后金投降 此后,光海军在明朝和后金之间继续挽起了两方都不得罪的外交关系 再加上他的政治手段过于残暴,早就引起了国内上下对他的不满 终于在1623年,朝鲜发生政变 光海军以各种罪行被废除王位,并流放海岛 而后上层大臣推举李延的孙子李宗为新国王,李宗可比李辉有头脑 他明白自己刚继位 朝中肯定有不看好他的大臣,所以为了地位不被推翻 李宗再次选择依附明朝 为表明朝鲜对明朝的忠诚及继位的合法性 李宗特意派使者前往明朝请求册封 李宗的这波操作,非常讨明朝欢心 明朝皇帝不但承认了李宗的国王之位 还派名将毛文龙率兵驻扎到朝鲜的皮岛 帮助朝鲜随时抵抗外来的进攻 当时的毛文龙是明朝的得力干将 每次后金一出兵进攻明朝 他就立马率领属下侵扰后金的后方 等后金反应过来时,他已经跑得不见踪影了 几次三番下来,让后金士兵苦不堪言 这完全就是将他们当猴耍了 以至于后金对这个毛文龙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印象了 加上当时,朝鲜支持毛文龙的比支持朝廷的还多 因此,朝鲜就被后金给记恨上了 1626年,后金与明朝再次发生战争 史上称之为宁远之战 在这场战争中 明朝取得了与后金开战以来的第一次胜利 有心人笑,就会有救人哭 后金大汉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因身负重伤 不久后便撒手人寰 尤其第八个儿子黄太极继位 黄太极曾经跟着努尔哈赤打过很多胜仗 可谓是有勇有谋 所以他心里也明白 这里内政不能一蹴而就 需要循序渐进 更何况,后金是通过打败周围部落而发展壮大起来的 当下黄太极要想稳固自己的地位 就必须要打一场胜仗 不过这场仗要怎么打呢? 黄太极在一番思虑之后 将目标锁定在了朝鲜 1627年初 黄太极派阿敏、贝勒基尔哈朗等率领大军东征朝鲜 这场战争对黄太极来说极为重要 因为这是他继位后的首战 除此之外 黄太极对这次东征抱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为了征服朝鲜 第二是击败毛文龙的明军 当时正值冬天 后金利用鸭鲁江结兵之计 率兵跨过鸭鲁江 攻下朝鲜第一座城市一周 毛文龙的军队因多次遭遇金军的袭击 吓得他赶紧撤兵退回皮岛 而后阿敏带领大军长驱直入 一路南下 先占领平壤 再攻克汉城 这让朝鲜举国上下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就连朝鲜国王李宗都下的惊慌失措 立即放弃坚守 逃去了江华岛 最终朝鲜迫于后金的军事压力 派使者去后金求和 并与之迁下城下之盟 从此 后金和朝鲜结为兄弟之盟 黄太极还要求朝鲜与毛文龙断绝关系 朝鲜为了收复一周 只能答应不再为毛文龙提供军事援助 后金撤兵之后 就参与到了对付蒙古和明朝的战争中 朝鲜自认为后金无暇顾及他 便忘记了遵守对后金的约定 偷偷跟明朝联系 殊不知 黄太极早已看穿了朝鲜的心思 于是写了一封国书给朝鲜 控诉着朝鲜违约的十件大事 其中就包括为明朝援兵 黄太极对朝鲜的这种行为十分生气 1636年4月 黄太极登基称帝 改国号后金为大清 这就意味着大清和大明从此可以平起平坐了 黄太极登基的时候 恰好遇上朝鲜王妃逝世 于是黄太极派英俄尔代前去悼念 朝鲜如果在此时跟大清亲近 那就是在背叛明朝 这让李宗陷入了两难之中 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 所以李宗干脆躲了起来 还派人把守英俄尔代所住的驿馆 不让他随便出入 朝鲜这种行为无疑是在自掘坟墓 英俄尔代猜出了李宗的心思 乘机逃了出去 并在回城的途中截获了朝鲜派使者送给明朝的求救信件 英俄尔代一回去 就将此事禀报给了黄太极 黄太极大怒 既然朝鲜对我们不仁 就别怪我们对他们不义 李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赶紧派使者前来道歉 可面对黄太极这位新帝 他们不愿行跪拜之礼 不过这还不算完 当黄太极要求朝鲜送子弟来大清做质子时 朝鲜一口就拒绝了 这下彻底激怒了黄太极 他决定御驾亲征 让朝鲜从心底里臣服于大清 1636年12月 黄太极召集十二万大军 以破竹之势直逼朝鲜汉城 此时朝鲜城内哀嚎一片 国王李宗健壮将家眷送去了江华岛 自己则带着大臣逃到了南汉山城 南汉山城地里位置险要 城墙坚固 一手难攻 可是李宗低估了清军的战斗能力 清军很快就攻到南汉山城下 朝鲜军队几次想突围出去 却都以失败告终 眼见粮草日渐消耗 所剩无几 李宗只能选择投降 黄太极这次是下定决心要解决朝鲜 所以将李宗送去江华岛的家眷全部俘虏 这下李宗心里就算有十万个不愿意 也得去掉国王的所有仪仗 出城投降 向黄太极行三贵九寇之大礼 并同大清重新签订盟约 关系从兄弟之盟变成父子之邦 朝鲜必须对清朝称臣纳贡 不再是明朝的藩属国 朝鲜还要派遣世子到大清做质子 战败的朝鲜如同蝼蚁 不得不答应大清的要求 这对一向崇敬明朝 注重礼仪的朝鲜来说 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和屈辱 不过黄太极并没有就此罢休 他要求朝鲜派人为自己建立一座石碑 并在石碑上刻着大清皇帝功德碑七个大字 碑文上的内容要用汉文 满文 蒙古文详细刻出朝鲜是如何投降清朝的事实 这也是为了让韩国人知道谁才是他们真正的主人 建立这样一座功德碑 对朝鲜人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更何况还让他们亲自动手 韩国人当然不愿意 于是在打造的过程中一直拖拖拉拉 最后还是迫于大清的压力 只能将石碑建好 并立在了朝鲜投降之地三田渡 此后 每当大清使者到达朝鲜 都会去三里渡 败业大清皇帝功德碑 在往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 朝鲜一直都忍受着这种耻辱 直到甲午中日战争后 1894年 西方列强入侵大清王朝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大清因不敌对手 势力逐渐减弱 朝鲜见势马上投靠了日本 因为有了日本的帮助 朝鲜摆脱了清朝的控制 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 为了表示与清朝决裂 朝鲜将大清皇帝功德碑推倒并深埋于地下 到了1956年 此时的朝鲜王朝已分裂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 由于大清皇帝功德碑地处韩国首尔 所以此物便归韩国所有 当时韩国文教部长认为此碑文内容与史实不符 所以功德碑再次被埋入地下 直到1963年 韩国在暴雨的袭击下 引发了特大洪水 功德碑被再次冲出 不知情的韩国专家以为捡到了什么宝物 赶紧带回去研究 可是当他们通过查阅大量资料 得知石碑上的内容时 顿时脸色变得惨白 也彻底明白 这块石碑就是大韩民国的耻辱 自古以来就是成王败寇 看得见的东西可以销毁 但看不见的历史文化却可以铭记于心 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 不是抹去或者掩埋 它就不复存在了 毕竟中国近代时 有不少类似于屈辱的事情发生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被抹去的 更何况这还是关系到国家耻辱的大事 再说了 这块石碑代表的只是300多年前的一段史实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它可以更好地警示后人 一定要保持和平 不然一旦发生战争 受伤害的还不是寻常老百姓